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字幕視頻 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理,我是梁煙勝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當馬英九來到中國 也看到中國有很多高階層的領導 而且到處的人民 都是洶湧地向他歡呼 每個人都叫他 一些大媽叫他 碎哥 馬英九 馬先生你好碎 好像台灣人也是 那些大媽都很喜歡馬英九 馬英九的表達 帶有了一種人性的味道 正如我前面的其他論述都說了 他當政時 其實他有了一些未完成到的 就是能夠和中國建立一個密切一點的關係 因為他也是很遷就這樣 而且他對民政黨相當寬容 但民政黨一上場 立刻打壓國民黨 做事方式很不同 民政黨也是控制言論自由 將中天的電視和新聞取消 但官到中天 後來進入YouTube 反而得到數十萬至八萬人的支持 這些都是台灣發生的事情 但是馬英九 這次來到中國 他表現了一種對歷史文化 那種的承繼對祖先的血汗 那種的懷念 以及對南京大屠殺 當時日本侵略中國 那種民族的苦難的一種反思 再加上對孫中山先生所說的精神的表達 他去祭孫中山的時候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 都是嚴皇子孫 今天當連國父所希望的多項建設的主張 都分別在台灣和大陸實現 對於兩岸人民和後代子孫的 生活和福祉是很重要的 在1925年 民國14年 他說得很清楚 用中華民國 即台灣國民黨的說法 3月12日 國父世世 但在維延中要求 國人和平奮鬥救中國 98年過了 到今天 我們馬英九基金會 數十位同仁和同學 從台灣來到南京 中山靈國父靈前至小 提出和平、奮鬥、振興中華的目標 希望兩岸共同努力追求和平 避免戰爭 去振興中華 馬英九都不斷強調 他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總統 這是國民黨的立場 也是馬英九所堅持的 九二共識 台灣比一中國表更多 我承認一個中國 不過表述不同 我們在台灣說的 國民黨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仍然原則上 有中國大陸的地區和台灣地區 不過現在管不到中國大陸地區 那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 我們在管台灣 這個說法 大家都是一個中國 只是表述不同的話 將來我們可以通過談判 和平方法解決這個分歧 就可以完成中國統一的大業 這個說法是國民黨的立場 共產黨基本上 他不太成為中華民國 這個觀點 不可以經常有兩個中國 但是他又覺得 一個中國 大家成為一個中國 基本立場就是共識 所以這個共識上 他容許馬英九不斷說 而且不斷用最高的領導 去到哪個省都是那裡的第一把手 去見他 到我錄音的時候 還未知最後王滬寧 就是中央領導 我相信很大可能會有的話 就是中央和馬英九 是建立了一個可以 傾談和好的關係 而馬英九 是通過民族文化歷史的 這種認同走沉 和中國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人性 或者說人應該是有的 我來說我是香港人 過去我父母 都是和馬英九 差不多大陸走出來 我父母也是知識分子 但是沒有發展在中國發展 但是在香港發展 也經歷了很多艱苦 我們當然過去 論述上對中國共產黨有很多批評 但是後來中國 改革開放進去中國看 當時我記得我的立場很簡單 中國人 就是大家一個同樣的中華民族 也有一個共同的文化 只要中國人能夠恢復文化 因為當時文革取消中國文化 回復中國文化的價值 我是可以接受的 還有就是說 過去文革是黑暗的 是仇恨的 我們覺得他做得不好 我們是不是就痛罵他一輪 就可以了 我很記得馬丁路德金 這句話 黑暗是不能夠改變黑暗的 光明才可以 仇恨不能夠改變仇恨的 愛才可以 就是說 我不是通過黑暗的心去批評中國 我是通過光明的心 希望中國能夠轉向光明 我不是通過仇恨的心去批評中國 我是通過愛的行動 可以讓中國轉向一個人愛的未來政治 後來馬丁發展出中國的漁學思想 人愛才開始重新恢復 和易學思想恢復 另外就是用馬丁主義的社會主義 以及與私業資本主義的結合 形成一個可以既有追求到大家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即是共富的可能性 但是同時由經濟發展 大家都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 如果是這樣走下去 我覺得中國這樣走 就是民族文化的承擔 我可以支持他走下去 這也是做人的基本原則 所以我們不會說 外國也想和我接觸過 收不收買 不接受收買 因為我們不是為了利益 而是希望中華民族有更好的未來 這就是基本的立場 當然馬英九其實也是這個立場 我們都是中國中國人民國之外的華人 但是我覺得通過這個立場 我們希望中國做得更好 盡力幫助去參與 讓它變得更好 而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得到一個好的發展 我們大家都渴望的 這個其實就是應該走的一個海外環走的方向路線 當然美國撥了三億美金 是希望唱衰中國 在這個2021年的戰略競爭法案 就是說明了撥三億給媒體、民間的組織 給它散布中華負面的消息 當然它2021年 也是出了2022年的國防授權法 還撥得錢多 到2023年升到撥一百億 全面對付中華等等 當然在重想之下也有很多華人出來的 就是會起美國立場來看中國的 那我來說 我的立場卻是相反的 我的立場就是說 我很讚賞美國的民族 它發展的價值文化 但是我無法支持 它要用一種這樣的手段來打壓中國 因為你如果批評中國 一定要基於真正的事實 不是基於謊言 這就是核心 如果你是通過不正確的消息 來製造這些謊言的話 我作為事評論 一定要將它揭露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為了另一個國家好 是帶有善意的 就不是用惡意去說謊 去抹黑它 它應該帶著一個善意 就是我所說的 黑暗不能夠改變黑暗 光明才可以 仇恨能夠改變仇恨的是愛才可以 是建立更多的愛更多的光明 不是建立更多的黑暗抹黑 和種種的仇恨手段 這是我對世界大使 基本的原則立場去看這些事 所以由馬英九 都引發了我這方面的思考 其實我們如果看 今天現實世界的情況 當然政治是講利益 未必一定講道義或者道德 但是今天中國的發展 是根據2023年3月27日 世界銀行的報告 估計2022到2030年 全球的平均成長都不太好 只有2.2% 30年是最差的 先進經濟體 只有1.2%的成長 而新興和發展中的經濟體 達到4% 而亞洲引領 經濟的勢 開始流行 東亞、東南亞和南亞 仍然是增長 根據博鴻論壇的報告 在3月28日 亞洲的GDP達到4.5% 西間銀行報道是4% 整體的增長是比較好 而IMF的報告 中國每成長1%會帶動 周邊國家有0.3%的增長 所以這段時間 中國仍然是5% 更多的增長 是會形成一個 對世界 一個比較好的未來 所以現在 大馬的安華又來了 李顯龍又來了 歐洲也湧來了 西班牙的首相桑傑斯 他7個月之後 就會成為歐盟主席 他也來了 法國馬克龍來 還帶著整天罵中國的歐盟奧布萊恩 巴西的盧拉也來了 有病 會遲些來 不過他希望建立到南美共同市場 因為中國的經濟勢頭 仍然是向上 所以 大家都希望中國的市場發展 對世界的經濟 會有一個好的發展 而 這個世界銀行 所謂貨貿和服務 貿易額 到2021年 亞洲已經超過歐盟 達到30% 而IMF 估計 美國會由2% 增長跌到1.4% 再增加到3月 聯合國的數字顯示 美國已經增加到0.4% 因為銀行的危機 而德國的增長只有0.1% 法國是0.7% 英國是負0.6% 大小來說 就是過去曾經 控制世界的 富強國家 也可稱為帝國主義國家 其實經濟很差 因為俄烏戰爭 美國非常創意 用北約的政策 要引發這場戰爭 結果引到油價暴升 又沒有整低俄羅斯 當然俄羅斯發動戰爭 要負責任 但是北約也要負很大 引到新靈塗炭 但後果原來是沒有人得益 如果根據 所謂PMI 即採購經理人的指標 即每個企業 最高負責人 負責支付原料 產品的金額 他們所知道的消息 如果PMI 高於50% 就是一個景氣的內容 中國的PMI 達到51.9% 非製造業還高於58.2% 中國整體發展是經濟向好的 但我的關注就是 我希望文化台 能夠走向一個 帶來世界和平和和諧的 一種文化價值 其實一直以來 一天罵共產黨 怎樣怎樣 但其實這段時間 中國都沒有對世界做過什麼 沒有打過仗 沒有侵略人 沒有逼過別人 反而是打仗侵略人 和逼人的另外一些強國 現在我覺得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博物論壇 強調了 在一個不穩定的 不確定的世界 希望帶來一些確定性 為世界和平發展 進入更多的確定性 希望用到中國的 所謂命運共同體的觀念 李強第一次國際說話 表現了他也有一定的能力 他特別說到 現在是亞洲十次路口 要建設亞洲的命運共同體 至於人類命運共同體 希望能夠全球發展 全球的文明、安全等等 他說要守護到和平、穩定發展的環境 為變化交織的國際局勢 注入更多的確定性 其實亞洲以前也開過萬農會議 70年前當時說到 會互相尊重、協商一致 來照顧各方的舒適等等 這個亞洲的方式 就是要安危與共、命運與共 確保持久和平、穩定 現在需要反對單邊的制裁、 長臂的管轄、選邊站隊、 集團對抗這些新冷戰 這很明顯是針對美國 今天用的手段 和中國想用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然後他又說到 要打走一個更具活力增長的中心 即是亞洲注入確定性 抓住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 例如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 使得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復甦的動力 另外他又希望 托展團結合作的途徑 為全球治理注入確定性 要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 再推動第四項 推動人民交流 走向更深度的文明交流 而造成一種共融性 令世界有更有確定性等等 當然這些大原則也說得比較對 我覺得今天世界應該是用和平和諧 以及以人愛作為基礎 人類才能夠共同存在 如果是不斷地要打壓對方 來造成自己的勝利 這就會令世界的混亂繼續下去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大強國在操弄 而是讓每一個文明、文化、經濟體 都各自在互相尊重下 相得益彰 當然是一個人類的幸福 未來可以指日可待 如果是一種的敵對性 世界就會沒有什麼好處 最關鍵的是 美國這些國家都曾經有很偉大的民族文化價值 這些都是得到人尊重的 但是你要走出來 你所說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